我還希望改顏色跟改什麼改字的大小 顏色跟字大小 那其實很簡單 格式就在哪裡你想說 顏色字大小在哪裡 程式怎麼寫呢 基本上都是活的在哪裡 錄是聚集 聚集二好了 這個名稱不改 反正這個聚集錄了之後 只是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用 就沒有沒有價值了 所以按確定之後 或者你自己打一個 名稱好了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按這邊常用 常用裡面顏色改紅色 字改14號字 好了以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直接回到開發人員 停止錄製 答案就出來了 他就幫你錄完了可是你會發現的我們來錄劇集裡面看一下劇集二編輯一下 你會發現呢這邊有一長串 而且 他會是with什麼呢 with selection 點font 那實際上 你會想說 老師那這邊怎麼一長串 這些什麼東西 這什麼呢 基本上 selection後面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呢 點font 點color就是 就是 那底下這個什麼呢 什麼什麼 Tint Tint And Sharp 這行其實可以不需要 所以基本上我們需要的就是 大概就這個吧 這個不用這個可以把它砍掉 所以呢 基本上把它殺掉的話 大概就是類似這樣 不用 with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呢我們做出來其實顏色的改變就是這一行 那如果把它放到什麼呢 放到sales後面的話 就是放什麼呢 點font 點color 等於 這個編號就可以了 OK 然後呢 字的大小 其實 我們不改什麼的 不改標 不改他的字型 字的字體對不對 也是東西 所以這一行要不要 這樣不用啊 那這什麼呢 這好像是刪除線還是什麼 這些都不用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只要這個size就好 所以我們要的實際上就是 把size搬上去 然後其他的怎麼樣 都不需要了 所以這個也不用with了